如《汉译曰》 这是《无量寿经》《汉译本》 它讲 谈诗调符意 戒忍及精进 如是三昧定 智慧为丧罪 谈诗 谈就是谈乐 诗就是不诗 所以谈诗是梵文跟中文合在一起 调符意 佛教我们大家修六度 他不把持戒放在第一个 他把不诗放在第一个 用于合在 我们八万四千烦恼 哪一个烦恼排名第一 谈 我们大家贪不贪呢 说实话 人不能够说假话 我们真的贪 我们贪什么 贪财 贪色 贪明 贪利益 无所不贪 有了 还是贪 没有了 当然贪 有的人呢 他稍微好一点 世间法他不贪 他贪什么 他贪负我法 现在有人那就很喜欢 收集这些 古本的经典 古董的佛像 他喜欢 收藏这些东西 想一想啊 当哪一天我们一口气不来 这些 您所收藏的 所谓的文物啊 到后来怎么样的 不都是别人的 所以应该要放下 所以啊 这个布什 帮助我们 克服对治 第一个烦恼 千贪 那 六度的第二个 就是吃戒 所有戒律啊 都离不开 五种根本大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嫌淫 不妄语 不喝酒 众生 为什么 活得这么苦 这五条界 他没有认真奉行 其实我们要知道啊 现在全世界啊 出现一个很大的隐患了 而且这个隐患呢 已经有很明显的征兆 我们看到了 你看现在中东 是不是打起来了 现在是两个国家在打呢 万一他一扩大呢 那就不得了啊 火药桶啊 随时可能会被引发 所以我们大家呢 凡事都要能够忍得住 不能够忍的话 那后患无穷 那么这个布什生 佛门弟子 一定要很认真地去做 不杀生 不托盗 等等 都是我们要奉行的 这讲到持戒 持戒之后呢 还做到忍辱啊 忍辱功夫到家呢 才真正谈得上什么 精进 如四三昧定 这个三昧就是定 而智慧为罪上 六度 说实在的 如果没有智慧在其中 前面的五度 布什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就不能称为度了 布什度 持戒度 他就谈不上 所以这个智慧 至关重要 家祥书曰 明 这说明 明五度 唯行 不能 出离 生死 这五度 是讲 修学 布什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如果我们只是 修学 这个五种法 但是没有智慧 这个人能不能够出六道呢 出不去 他肯修布什 肯持戒 肯做好事情 好的果报是什么呢 可以升天 可以到人间 再来做帝王 总统 但是 人天之福 总是会有到头的一天 所以说 我们要学佛法 一定要奉行六度 前面五度 再加上般若 这就非常圆满了 华严经讲的更加全面 他说的十度 六度 六度后面还有 方便怨立志 这四种 就是十度 家下书 这一波解释 要须智慧 打解本源 方能过出 故云 最上也 怎么才能够明心见性呢 还是要靠开智慧 有的智慧才能够谈得上什么呢 过出 什么叫做过出 过 超过 出呢 出离六道 生死轮回 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说 智慧是最上的 最高的 那么我们自己呢 看破了真相 自然而然就会把六道 全都放下 下面是念了所讲的 有从上引大胜一章 可见智慧 即真心体明 自信五岸 这是解释智慧 就是指的 真心体明 自信五岸 体是本体 本体呢 是明的 也就是觉悟的 自信呢 没有黑暗 自信呢 放光 自信呢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说到自信 或者是开悟之后 说的五句话 前面一句是一样的 何其自信 就是没有想到自信 它怎么样呢 本质清净 本不生命 本质具足 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 那个能生万法 现什么呢 现了整个宇宙 现了十法界 所以我是从哪里来呢 整个宇宙从哪里来呢 从自信而来 故知 正当智慧 深广如海时 其内心 亦必清净 无恶无过 离构离人 绝诸尘劳 故云 内心清净 绝尘劳也 这都是在教我们大家 作为念佛人 心里面不能没有阿弥陀佛啊 说句实在话 您如果心里面真的有阿弥陀佛 您身边呢 会护法神 保佑您 有许许多多的大菩萨 会护持您 那些妖魔鬼怪 冤亲在主 不敢了 干扰您